当你的六强功都积极了七煞星 你这个人生你该怎么办 地劫地空最怕变动 最不利感情也不利钱财 掌握指挥斗数的同步断绝 你才能够掌握时间点 掌握机会点 让你的人生走到最高的境界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上课精华 今天的阁集最重要要讲 时中隐一阁 什么是时中隐一阁 就是你的祭门做命 在直舞这条线的 都叫时中隐一阁 但是如果祭门在这条线 碰到煞星 你这个阁集就破坏掉了 那一块大石头开花出来的就不是义 可能就是一块废财 传统的命理邪最怕煞星 喜欢吉星 七煞星人见人怕 六级星加天马 七级星加露存 八级星人见人爱 现在的社会不一样了 这一张命盘 七煞星全部在六强宫 命迁线 财福线 夫官线 这个叫六强宫 当你的六强宫都积极了七煞星 你这个人生你该怎么办 这一张命盘告诉我们 你怎么打拼 怎么掌握机会点 照样成功 照样可以贡献社会 完成自己人生的理想 再来这一张命盘 积极了所有传统只为斗数 认为是烂人 认为一辈子只能做最低级的工作 人生就是多病 多灾 多难 但是这一张命盘的命主 他却奋斗成功 他为了终结这个小孩的代代相传 他去开创活教丛林 最后影响了他的小孩 脱胎换骨 这个就要告诉各位一件 非常严重 也非常重要的观念问题 就是你必须掌握 指挥斗数的同步断绝 你才能够掌握时间点 掌握机会点 怎么样开创你的人生 让你的人生走到最高的境界 是你命盘最高的境界 同时又可以终止代代相传 接着我们进入公式 这张命盘最特殊的地方 大概所有学者的命盘 都不会脱离这张命盘的格式跟公式 他的命宫 坐记门碰到阴煞 对宫 灵星 阳刃 亦天机 天机最怕凶星 一亦凶星 天机就非常的弱 两颗凶星 命迁线就有三颗 呼观线这一条 有陀螺跟火星 太阳很怕火星 也怕陀螺 所以你看呼观线 有两颗凶星 财伏线 财伯宫 天空 行空是另外一个 但是他也是空 又碰地结 整整在他的六强宫 碰了七颗煞星 你看这个人生该怎么办 他的思想 行为 充满着邪恶 充满着打拼奋斗 他的呼观线 起了老婆也好 配偶 还有他事业上面 都有陀螺把他拉住 而且凶星火星 火爆脾气 财伯有地结 又有地空 地结地空 最怕变动 最不利感情 也不利钱财 一个人思想邪恶 没有的事业 没有好的配偶帮助 钱财又什么 一路空 你说这个人活在干什么 但是 这一位命主 在四安十四到四十三岁之前 他非常打拼 自学 考进台大夜间部 休息 华丽 一生想当律师 或华官 但是都考不上 为什么 命太烂 到了三十四到四十三岁 负债数百万 一无所有 最后是怎么翻身的 等一下按公事跟各位讲 记住 命盘太烂 你的生性一定要光明磊落 我生性就不光明磊落 怎么办 修行 像这种烂命的人 一定要怎么样 碰到贵人 这个贵人是谁 就是你要专严一门技术 找到对的行业 努力坚持地做 最后 他研究指挥斗数 知道怎么改变命运 你看他的父母宫 这条线 有苍启天葵天叶 在负极线 四大极星 子女宫 父母宫的三方 有右臂 父母宫的三方 有鹿唇 跟左府 等于七大极星 积极在负极线 在父母宫的三方 所以生性 磊落 光明 我们来看 他最重要的大限在哪里 拿到命盘之后 要知道 你在哪个大限 是你人生最重要的关键点 破损点 每一个人都有 只是破了大 破了小而已 那种命烂的人 煞心多的人 不破则已 一破绝对 让你请家弹场 坐牢 换刑事罪 换票计划 我们用这张命盘 跟各位讲 他人生最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命宫 甲肝 太阳化剂 太阳最怕化剂 尤其是男性的命盘 不利自己 女性的命盘 不利丈夫 不利儿子 碰到火星 脑袋烧坏 碰到陀螺 在关禄宫 做事情 拖拖 刷刷 刷刷 怎么拖延 下不了结定 喜欢钻研 钻牛角尖 太阳化剂 冲夫妻宫 夫妻宫一冲 就是失业导电割击 就是破损 当然冲夫妻也是什么 也是倒霉事跟配偶有关 所以 涉及两人的事 倒霉事跟配偶有关 你结婚 你以交往对象作为结婚的 一定要合盘 或者你碰到对方 是关继冲夫妻的 或者你本身是关继冲夫妻的 倒霉事就是跟配偶有关 好来 在什么时候 他会破产 是关继冲夫妻的 可以